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 未来的新创拼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年最后一集杨家长辈经 的趋势讲讲 想要跟大家稍微快速回顾一下 2023年的几个重要的 总体经济的议题 然后我们来看2024年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重要的产经 还有商贸的课题是什么 我想跟大家提几个重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 第一个重点是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抗通膨 现在大家都认为走进尾声 那明年是不是就会开始降息呢 我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呢 我先说我们看华尔街 华尔街这两年 其实2022年 联准会被戏称为暴力升息 快速从本来是几乎是零的利率 现在升到5.25到5.5%之间 大家知道5.25跟5.5%之间 这个水准代表什么 这个水准曾经创造了一个金融的泡沫 然后引发金融风暴 就是2008年的刺激房贷泡沫被戳破 因为升息的关系 然后引发隔年的金融大海啸 所以有人把2.25以上的利率的水准 称为叫做深水区 那这也是为什么联准会 一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他就不太敢快速的继续的升息 其实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大概12月初才刚开完 然后第一次主席鲍威尔他有说 他们好像内部有开始讨论 明年有没有可能降息 散布这样的讯息 结果因为这个算是重大的讯息 就有很多媒体事后再去追问 这些联准会的主要成员 竟然会发现联准会的主要成员 有人否认说他们有讨论过 他说那只是某些成员的一些说法 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很认真的讨论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数字 我觉得大家要留意的是 其实明年虽然华尔街很希望能够降息 但是事实上能不能降息呢 我这边给大家的见解的参考是 我认为不一定降得了息 怎么说 你看现在的主要的物价水准的数据 不管你用CPI 或者你用核心的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他大概都介于3%到4%之间 他还没有进入联准会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之内 在2%以内 还差1%多 OK 那如果你看这里面几个主要的构成 特别是很多服务部门 他现在的物价上涨率都还在5%以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去看劳动薪资的增长 现在都还在4%多到5%之间 那我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劳动市场相对比较紧 然后工资一直在上涨 一直相当显著的上涨 你们觉得这个是短期阶段的问题 还是中长期的结构的问题 一定有非常多的资料数据以及报告出来了 现在之所以进入就是这一两年 劳动市场这么趋紧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高龄化跟少子化 我们的婴儿潮 那个时候战后大量出生的婴儿潮 现在开始已经正式进入退休的阶段 所以退出劳动市场的这些人口 后面的年轻的世代的劳动力是补得不够快 所以就变成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 远大过劳动的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劳动市场这么紧 然后工资下不来 那我想跟大家讲 当你的工资下不来的话 通膨就会变成是一个难缠的通膨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是原物料价格上涨 因为太贵了 然后你就不买 你不买的话需求就会下降了 对不对 就会缩减 那这样请问原物料高价格的水位 能够撑多久 都撑不久 可是劳动力就是薪资成本一直在增长 人事费用一直在增长 这个部分很麻烦 他没有办法立刻解决 怎么说呢 因为对于这些受薪阶级来说 薪资增长他们的购买力是增加的 可是当他转过身来 面对消费市场的时候 他是消费者 物价上涨 事实上对他来讲 是缩减他的购买力 所以有正面的效果 也有负面的效果 然后你想想看 如果劳动市场趋紧 所有跟劳动力相关的这些产品服务 比如说服务市场 他的劳动成本 人事成本高 最后蛮有可能就必须要让他的服务的价格跟着升高 那这个就是通膨变成是一个难产的通膨 他就很难掉下来 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看 好像目前看起来三到四%的这些物价 消费者物价指数 你去看那个构成项目 比较大项的服务部门 比较大项的租金部分 这个部分目前的这个上涨率都还很高 那就表示说明年如果整个通膨要如期的降到2%以下 那除非刚刚讲的服务部门还有租金显著的下降 目前看起来没有这样的因素 导致它下降 所以给大家报告一个不是怎么理想的消息 就是如果明年没有办法立刻降息的话 那我们的短期利率都还维持在5%以上的高点 那如果再到借贷利率的话 它就有可能会再更高一些 所以当利率维持在高点的话 那个风险就会存在 我举例来说 今年2023年看到的美国数字 美国的企业界 它创造了两个历史高峰 一个历史高峰是企业的获利 获利表现是历史高峰 那就表示企业比以前相比赚比较多钱 可是另外一个高峰 却是企业的举债也达到高峰 那我想问 这又是一正一反的讯息 请问大家企业有没有风险 简单的是逻辑 如果你赚得多 借得少 那你当然很稳 因为你手上现金够 但是如果你赚得少 借得多 你就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 如果利率一直维持在高点 你蛮有可能会因为利息的支出 常债的成本太高 你有可能会陷入周转不灵 或债务违约的风险 对不对 那目前以美国的资料来看 大概接近快四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债务 相对是比较高风险 如果四分之三以上 都是相对比较稳健的债务的话 以经济的韧性来讲 应该还撑得过去 但是不排除明年2024年 你还是会听到一些企业 他有可能会债务违约 但是在这样的不利的消息之下 大致上整个企业界应该还可以支撑 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金融部门 以银行体系来讲 大家知道其实短期的利率 现在五点多 这个是银行营运的资金成本 可是你现在如果看到 那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你发现他现在才四点多 其实这个公债的殖利率 几乎是大部分市场借贷利率的基础 这些基础其实反而是银行的收益 也就是说短期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 长期的利率是银行的收益 结果现在银行收益 是低于银行的资金成本 那这样代表什么 银行在失血 也就是说他的支出 大过他目前的收益平均来说 再加上如果利率一直维持在高点 你的债券投资基本上 都是隐藏的损失 至少目前票面上 你事实上是有损失亏损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不只是美国的银行 其实全世界的银行 包括台湾的银行 其实在现在的抗通膨升息的阶段 他们的资产负债基本上都恶化 也就是说非常多的投资 特别是长期债券的部分 目前都产生亏损 所以这也表示说 如果明年没有办法快速降息的话 小银行会比较难撑 所以小银行就有可能会被大的银行整病 2024年可能会看得到 美国的银行系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银行 因为撑不下去被勾病 不过整体来看 整个金融的风险 有可能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目前以各国的状况来看 其实今年国际货币基金 他已经提出 世界上有五十几个国家 是属于低收入的国家 那他们通常外国的债务也多 特别是这里面有好多的国家的 在全国都是中国 中国因为现在不太愿意接受剪记 进入债务重整 变成国际货币基金就卡在那边 因为先进国家就像他愿意重整 愿意剪记 但是中国这个债权国 他不愿意剪记 那不是其他愿意剪记的债权人 变成吃亏吗 那所以现在就有点卡在这里 看起来这些五十几个债务 已经非常严重的国家 他们目前有可能会需要特殊的救济 所以目前看起来2024年 这些特殊的国家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听到斯林兰卡的国债 就整个违约了 政府破产 这一类的新闻在明年还是会听得到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产业部门来看 明年的状况 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是以金融的产业跟市场来看 目前看起来 美国的银行的整体部门 获利状况大概就会再缓一点 不如今年 但是整个市场 全球的股市来看 现在因为有所谓的供应链重组 所以明年的经济 虽然大体上大家相对认为 会比2023年要来得趋缓一些 联准会也是持这样的看法 但是有一些 因为供应链重组的题材 而受惠的国家 比如说特别是印度 或者是东南亚的几个国家 他们的股市就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题材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热度 所以反而新兴市场的部分 因为供应链重组的题材 而受益的这些股市 它可能表现就会相对出色 但是整体金融部门的规范 因为大家要防范风险 蔓延 所以整个国际金融的相关的规范会趋紧 不只是这种巴塞尔协定 它已经到了第三阶段 很多国家都要遵守 然后也包括这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开会的结果发现我们的行动远远的落后目标 所以现在有可能会在气候变迁上 也会增加很多的相关规范 所以整体的金融部门 目前看起来就跟2024跟2023比起来 我认为相对会闷一点 那我们来看看大众物资 大众原物料的市场 它的价格 你可以看到有些有题材的原物料 它价格是上涨的 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在讲绿色投资 我们要用电动车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盖相关的电网 我们电网要重新新建 这些绿色投资相关的这些原物料 比如说金属类的铜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需求增加的题材 大家想想看 供应链重组刚刚有提到的 亚洲地区这些基础建设 它有可能会对铝这一类的金属 会有大幅的需求 所以亚洲因为供应链受惠的这些国家 这些经济体 它的基础建设一定会加码 比如说像印度 印尼 东南亚还不止印尼 其实包括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都是相对受惠的国家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些基础建设的需求 有可能不减反征 另外因为避险的关系 所以一般看来贵金属 比如说黄金白金等等 价格也会上涨 所以你看有一部分的原物料价格是上涨 可是另一部分的原物料却有可能会下跌 举例来讲 你现在大家预期 2024年 如果新生产的车子 其实2023年大概是每五辆 有一辆是电动车 到2024年的时候 会每四辆有一辆是电动车 那事实上这就表示 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的汽车 它事实上是在减产的 它有可能成长会趋还 所以它相关的这些需求的原物料 比如说铅 它就有可能需求会趋还 另外现在开始 因为我们整个减碳 全球净零的行动不如预期 所以这些未来会面临碳关税的铁 铝 高碳排的这些商品 它有可能会开始面临要加关税的课题 所以它的需求有可能会受到抑制 那还有一些是生产过剩 比如说镍 锡 锡 这些金属 它过去几年 因为电动车的题材 有相当多的投资进来 目前明年的经济 大概会趋缓一些 所以这些金属就有生产过剩 投资过多的问题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 还有一些是会加速推展的 像捷径能源的部分 投资应该会加速 也因为这一类的再生能源的需要 绿色转型的需要 现在很流行一种矿产的探勘 就是跑到海底下去 针对海床做探勘 像加拿大 挪威 还有亚洲的日本 韩国 他们都很热这一个方向的探索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大中原物料的市场 有些降 有些跌 所以大致上整个经济需求 大概是呈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来讲一下 如果我们2024年 整体的消费会比今年趋缓一些 就是经济成长会趋缓 它会影响到消费零售 目前看起来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像美国 欧洲 中国 他们基本上消费零售大概是趋缓 可是东南亚新兴的国家 却因为刚刚讲的供应链重组的题材 像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基本上大家相对看好 他们的消费零售的市场 那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明年电子商务最蓬勃发展的国家会在哪里 很多人会说印度 印度不只受惠于供应链重组 包括因为当初疫情的关系 整个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都有明显的提升 然后现在包括Fintech 金融科技是目前印度积极推展的政策方向 所以这个电子商务 明年都有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那如果就整个观光产业的消费的话 其实明年有好多个重要的国际赛事 大家知道2024年奥运在哪里举行 在巴黎 然后欧洲也有最大的足球赛 所以这一些目前非常多的各类的大型世界赛事 它有可能会让观光业因为这些赛事会有一些旅客 不过整体来讲 我讲一下一些不利限制的因素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今年我们已经有单月创下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温 你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温 在夏季的话 如果我们明年还是持续的异常高温 你觉得夏季的旅游会不会受到抑制 大家觉得太热了 不想出去 我再问大家一下 你们觉得明年2024年 中国的观光客是会增加还减少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中国经济 中国的观光客跟过去相比是会进一步减少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观光的市场明年并没有非常多的好消息 当然有一些零星的亮点 大家知不知道杜拜 世界第一高楼就要落成 所以大家去看世界第一高楼 甚至在上面的旅店住一下 这个游客潮有可能会发生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的德州 有世界第一个3D列印的旅店 它要落成 所以这种单独的景点热点 有可能会变成零星的观光亮点 整体的航空业来讲 因为现在正在更新飞机 所以目前的航空公司 在飞机生产上 几乎订单都大排长龙 产能事实上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好啊 那中国的部分我想跟大家提一下 为什么我说中国2024年 它的经济恐怕会进一步的恶化 我提一下其实中国的经济 它现在的问题不是短时间造成的 比如说不是这一两年疫情造成的 而是长年的累积 我先说一下 我等一下公布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的预估 会吓一大跳 这些年其实中国有三个泡沫 越养越大 已经养了二十几年了 一个叫做产能的泡沫 大家知道整个90年代啊 1990年代啊 全世界的投资啊 大局涌向中国 只有中国事实上在90年代末期 已经摇升一变 变成世界工厂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哦 一开始他们因为外人投资 国际贸易 所以那是中国第一个经济成长的引擎 你知道之后他们又加了一具引擎 他们就开始大肆新建 国内的公共建设 比如说铁路啊 公路啊 高铁啊 甚至包括机场啊 这一类的建设 大局的建设 然后甚至包括房地产 不动产 现在事后看起来就过度投资 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啊 事实上非常的严重 所以才会说 当国内都盖到 不能盖了 现在如果要解决产能的问题 那就要把产能输出啊 所以其实啊 大概在十多年前就有一带一路 其实应该是在十年前 一带一路就提出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什么 他就是要把中国过剩的这些建设 工程的产能输往国外啊 帮国外盖基础建设啊 然后甚至可以融资给这些国外的 发展中的国家 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现在借了钱还不了 至少中国在债务协商上面啊 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处理啊 比如他说那你还不了债 那怎么抵债 好啊 不然你的最好的港口 让我用一百年 我就无偿租用一百年 或者你的重要的矿产 就由我来这边开采 所以中国就利用这种策略性的 一带一路的政策 开始希望一方面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国外策略资源的掌握 第三当然希望可以建立正向的国际关系 这个是中国大的算盘 那我们讲到房地产 今年其实一个关键字 很多人选出来 中国的关键字竟然是烂尾楼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经过证实的 中国大陆的朋友 还有香港的朋友都证实 过去十年 中国大陆借贷买房子的人 就是新购屋的居民 这些民众 他们有六成 目前都遭受烂尾楼的困扰 都处于烂尾楼的困境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储蓄了半生的积蓄 然后我跟银行借贷 开始买了一个房屋 房屋还在高价的阶段 我购买 所以我要背房贷 结果没想到 建商竟然就这样 跑掉或倒掉了 然后我就拿不回房子 可是我还是向银行借贷 所以银行的房贷 我要继续支付 可是我的房子就消失了 所以那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资产凭空就不见了 那你看你本来从一个 有资产阶级的人突然变成无产阶级 你的资产 你的财富大幅的减损 我想问大家 那你们觉得中国的内需市场会好吗 大概除了基本需求之外 他们应该都开始省吃减用 对不对 所以内需的成长力道会趋缓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年 其实地方财政的债务 很多都是靠土地的使用权 不动产的权利去借钱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根据高盛 这个有名的国际投资银行 他的估算 其实2023年 大家会听到恒大的债务违约 碧桂园的债务违约 可是这两个民间的房企 他们的债务估计也不过才两三兆之间 我想问大家 那你知道地方财政 目前全中国累积的债务有多大吗 刚刚讲的恒大大概两兆多 中国的整个地方财务的债务 根据高盛的估算 超过95兆 竟然还不是最大的 刚刚讲的国企 大家知道国企的债务现在几兆吗 比地方财政还要更大 这个债务竟然超过135兆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这么庞大的债务 你不可能短期之内就可以 偿还 所以你一定是 发新债 以新债来解决旧债 所以只要资金周转的零的话 债务当然就不容易出现违约的问题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从去年开始 连准会暴力升息 所以现在美国的利差 远远大过其他所有国家的利差 所以就等于说 国际资金就这样被他号召 点召之下全部涌回美国境内 包括中国的很多钱都出去了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就开始遇到借贷的周转的困难 发新债 发不出去 没有人要来借 所以当债务不能履行的时候 你知道会怎么办 比如说我现在欠你的钱 那我跟你讲说 我还不了你所有的钱 不然你给我打折好了 我就还你一两成好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就开始努力的赚钱还钱 我这边会省吃减用 可是你作为一个债权人 你也可能会省吃减用 为什么 因为你的资产已经被我拖下水 你资产也减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初 为什么日本会消失好几个十年的问题 后泡沫时代 所有的经济成员 经济体 陷入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大家都要常在 要改善目前的资产负债恶化的状况 所以就会变成说 接下来所有支出 不管是消费或者是投资 都一定是省吃减用 必须要花的才花 能不花则不花 所以你看 包括去旅游 中国大陆的旅游 今年好多消息 都是大家有一个词叫穷游 就是大家到处跑 到处逛 但是甚至连晚上住宿都不住在旅馆 他们睡在公园 睡在公共厕所旁边 这个新闻去查一下 还不少 所以现在中国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我个人认为2024年已经就要到了 我给他一个名词 一个称呼 希望可以让大家稍微没有睡意 我说会是灰犀牛群狂奔的一年 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地景 恐怕是地动山摇 这个我只是在讲经济的景观 大家知道其实这一类的困境 后面还会研发很多政治的问题 举例来讲 内部的很多不稳定就会发生 不只是民间对公部门的抗议 各级的政府之间可能也会产生矛盾 比如说中央没有办法解决地方的问题 那地方要自己自生自灭 它要怎么解决 所以现在的2024年的中国 我觉得它面临了很多 过去累积了超过20年的课题 这些包袱必须要去解决 现在看起来就是 消费市场的成长引擎熄火 投资的部分目前也熄火 贸易的部分甚至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 欧美阵营跟中国的阵营对峙 目前整个贸易的状况也都持续在恶化 原本最想要闷声发大财的 华尔街的资金都在撤出中国了 日前那个Moodie也把中国的主权姓平 香港的主权姓平 还有澳门的主权姓平都调降 所以我想问大家 那现在在财务 在资金 在金融上 中国现在的处境又更加的窘迫了 OK 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年 我说地动山摇 我甚至想要找机会跟一些好朋友赌 以后可能过不久 港币就会消失 从地球上消失 香港就会开始使用人民币 就不会有所谓的港币楼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2024年 这些剧烈的大的变动会不会发生 那我提一下全球化 目前的二元化对立 那二元化对立的结果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供应链重组的后世 然后第二个就是 目前不止科技 欧美阵营跟中国阵营的对峙 包括国际的关系 也都有新的板块的移动 现在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想要立刻选边站 所以有所谓的第三势力 比如说 印度他就不太喜欢 完全照着欧美的议题走 比如说 有一些中东的有产国 他们现在满手是钱 我们估计把它叫做 油源势力圈 油源势力圈也没有完全照着美国的议题走 因为本来美国是大买家 在以前 可是现在美国甚至也都在卖油 像现在整个欧盟 他戒断俄罗斯的能源之后 其实主要靠的就是美国 澳洲这些石油输出国家 所以因为美国也已经不再是大买家了 所以中东的这些油产国 大概在国际议题上 他们也希望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可是他们真的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吗 这几个问题我简单的快速讲一下 因为在2024年都会发生 那我提一下 其实中国的量体之大 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 可以取代它的供应链 可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什么 它的印太战略就是说 那非中国以外的整体亚洲 我们讲Alt Asia 它却是一个比中国量体还要大的一个经济圈 然后这里面 不管是东亚或东北亚 或者是南亚 或者是东南亚 都可以各自扮演某些供应链的角色 所以整体的Alt Asia 非中国以外的亚洲 基本上这个就是 美国在亚洲的供应链 重组布局的重点 所以才会讲说 比如说以苹果 苹果 号称两年内要把四分之一以上的供应链移出中国 那他们现在移到哪里 他们现在是移到越南 移到印度 OK 所以这个供应链的重组 未来的趋势 目前看起来 全球化其实没有死掉 这个是张忠谋的用语 全球化已死 其实现在大家更喜欢的用语 叫做全球化进入2.0版 张忠谋讲的已经死掉的全球化是1.0版 那2.0版就会变成是一个 以去风险为主 非常重视供应链安全 因为这个安全有涉及所谓的地缘政治 比如说明明 俄罗斯的原油就是紧邻着欧盟 为什么欧盟不用 它反而要千里迢迢的从美国进口 从澳洲进口 从卡达进口 为什么 这个就叫去风险的概念 所以其实整个供应链引发的重组 造成的全球化2.0 它大概就是往区域风险 去做不同分散的策略 所以举例来讲 以前伊朗马斯克的特斯拉 他只在中国建厂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他今年已经宣布了 接下来特斯拉最大的工厂 是盖在墨西哥 所以你看 不管是 Alt Asia 非中国的亚洲的部分 还有中南美洲的部分 甚至包括东欧 非洲的部分 其实都有新的供应链的布局 举例来讲 你看现在的美国跟欧盟的主要国家 他们现在的能源的布局 已经开始改变 比如说中南美洲的这些能源 还有非洲的能源 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积极的投资 所以整个能源的搜寻 资源的掌握 也都已经在重组之中 以目前来看 就是中国大概供应链重组的部分 它是被针对的 所以目前供应链重组 会有一些受贿的国家 举例来说 台湾因为半导体跟科技业相对 上游的积累比较厚 所以其实像比如说 一些重要的未来的趋势 像AI这些 我们在供应链 台湾都有扮演角色 所以一样东南亚 然后包括印度 还有包括中南美洲 跟东欧和非洲 都有一些国家 他们陆续会有这样的供应链重组的一些机会 所以这个供应链重组 当然就有一些经济体消 有一些经济体涨 那我想提一下就是科技的对峙 目前美中在科技对峙上 美国其实它基本上仰仗的是一个 产观学员连结的一个网络系统 可是中国目前几乎都是民退国境的国家主导的模式 国家主导的模式 当然大家会有很多疑虑 怕有很多耗费是不必要的耗费 民间相对比较有弹性 那我想要讲的是科技的对峙 基本上欧美是站在一个明显优势的立场 怎么说 如果你看今年有一个资料 是经济学人他提出来的一个研究 他说假设存以科研的这些相关支出跟创新的 金额的规模来说 其实中国大概如果跟美国相比 已经大概有七成左右的规模了 他就表示说美国就算是老大哥 其实中国也可以称为弟弟了 因为他也有美国整个支出规模的七成左右 可是问题是中国现在没有强大的盟友 可是美国有 美国有欧盟 整个欧盟几乎就是再多一个美国 再加上日本澳洲这些国家 所以等于是欧美的阵营是在打群架 也就是说他们的科技的竞赛 科技的对峙 美国自己已经够强大了 他还找了欧盟 还找了日本 还找了这些民主的友好国家 但是中国呢 中国其实原本最大的盟友应该可以说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现在乌俄战争他已经元气大上了 对不对 他应该要休养生息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美国是用打群架的姿态 来跟中国做这些科技的对抗 所以对中国的后世来讲是相对不利 那另外一带一路啊 就是今年不是有一个叫做金砖石国 那个中国还想要破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布局 但是一带一路会不会有后续 也就是说金砖石国会不会有后续 我们就来看 其实金砖石国 中国一直想要推一个议题 没有推成功了 那他是希望金砖石国的这些国家 跟中东的有产国做石油交易 可以选择用人民币支付 那中东的有产国没有立刻答应 所以我们就看2024年会不会发生 我个人认为机会也是不大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以国际的地缘政治关系来讲 美国也是占有相对的优势 那我最后想要说 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当初是相对反美的 这些国家就是大家所谓的第三势力 可是第三势力其实是一盘散沙 目前相对拥有资源的 其实就是游园势力圈 这些年赚得满手是钱 我常常看到短影音 中国的T-talk或者是抖音 都会有一个词叫做 赚得盆满钵满 那我就引用它的盆满钵满 来形容游园势力圈 那这个游园势力圈 基本上他们有可能 不会完全照着美国 欧洲 这些西方世界设下来的议题 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他们也大致上都是独善其身的方向 可能是为了自己国家 希望未来不必过度依赖 化石能源 来持续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因为这样的目标 可能有一些地缘政治 或地缘的这些国家关系 国际关系 他们可能会出手来做一些事 比如说有一些国家 因为在国际货币基金 已经借不到钱了 他们又需要还钱 那可能这些游园国会想办法出手 不过大致上 所谓的第三势力还不构成是一个集团 基本上它还是跟过去没有差很多 还是一盘善杀 所以如果就这样来看 我们来看2024年 几个重要的产经跟商贸的议题 我可以这样说 以国防军事市场跟产业来说 目前看起来美国今年已经公布了 国防的支出快到一兆美元 九千亿美元 只有一部分是花在乌尔战争的事情上面 其实有很多重点都会放在 培植亚洲的军工产业链 所以不管是日本 或者是菲律宾 甚至台湾 都有可能会在军事资助上会加码 那美国自己本身在新世代的战机上面 也都会投入很多资源 那民间也因为这样的一波 军工科技产业的美国政策的支持 民间的资金也会大举的投入 所以这些军工产业 军工科技的发展 看起来2024年应该会有不少的 民间的行动搭配政府的政策会产出 那2024年我们有可能会看到 北约有可能要承担更高的军事国防的支出 那目前看起来除了法国没有办法达标 可能会接近以外 其他的主要的会员国应该都会达标 甚至包括亚洲的印度 过去都只买俄罗斯的武器 现在有可能会多元采购 他们也会开始采购美国系统的武器 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 不管是哪一个阵营 欧美的阵营或是中国的阵营 大概有很多武器的发展 比如说超音速飞弹系统 这些相关的发展 可能都会在投入资源 这个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不同阵营的对峙 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可能的产业议题 那以供应链重组为主的议题来讲 所谓的新兴经济体 他们也开始会有一些基础建设的题材会出现 比如说印尼 听说明年就要花到接近快3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预算 印度甚至会从现在开始大举新建高速公路 听说他这些基础建设的经费 光高速公路可能就已经不亚于美国自己本身高速公路的相关的预算 那还有就是绿色转型的这些绿色基础建设 比如说你现在要推广 到明年如果每四辆新生产的车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那你充电的网络是不是要更完善 要不要更密集 所以这些充电的网络 还有包括电网 这些绿色的基础建设也都会加码 目前看起来以全球化2.0的趋势来讲 在军事科技上面 在供应链重组上 都有一些产经的课题 是我们可以关注的 你看我这样啰哩巴说一讲 我才讲两个主题 才回顾跟展望2024 我就已经讲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接下来还有好几个课题 想要跟大家分享 蛮有可能就要改在下一期再跟大家讲 那下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有一些新的科技的发展 比如说AI 对产业发展 对商业 对贸易的一些新的机会 还有绿能转型 绝对是一个大家没有办法忽略的 主题 那这个2024年的展望是什么 我接下来在下一集要跟大家谈一谈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一直很关注的 就是整个全球已经是走向高龄化跟少子化的议题 我跟大家讲 大家如果有听我的杨家长背经 其实几个月前才有一个惊人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全世界生育率没有超过2.1 就表示说人口原则上不会新增 长期来讲不会新增的国家已经超过120个以上 也就是说多数国家其实都已经开始面临高龄化 还有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有好多的新兴经济体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 现在好像都有所谓的供应链重组的题材 可是同时他们也面临到 甚至包括中国在内 现在有一个新的人口结构的新议题 叫做未富先老 还没富有起来就先老化的社会 那怎么办 所以下一次的节目就要跟大家展望一下 2024年这几个议题 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些产经课题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回顾与展望 时间比较长 希望各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具参考性的资讯 我们下一集再来回顾一些 接下来另外一个四个课题 好那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